今年艾美獎入圍名單當中 Apple TV Plus的泰德拉索 錯棚教練去世 多英文片名就直接叫泰德拉索 更是一舉獲得 20項入圍打破紀錄 那其實這位泰德教練 他的魅力到底在哪裡呢 讓喜劇影集除了歡樂笑料之外 更多了一些人生大道理 讓人一看就停不下來 我們就整理出10個泰德拉索錯棚教練去世多 給我們的人生定心玩 第一個 No.1 就是當隻只有10秒記憶的鯨魚就好 因為大家都知道 人家說鯨魚腦鯨魚腦 意思就是你很容易忘記事情 好像腦筋不太好 但其實當一隻鯨魚 把一些不快樂的事情忘記 只記得快樂的 或者是當你遇到人生低潮的時候 下一秒你就忘記這些不開心的事情 能夠繼續正向的面對人生 這不是很棒 能夠繼續全力以赴的重刺人生嗎 所以Ted Russell他曾經說過 鯨魚是世界上最快樂的動物 因為牠知道悲傷不值得佔據美好人生 我們應該用幾秒鐘難過就好 下一段新的篇章才能夠全力以赴的展開 No.2 第二項 也就是讓我成為我們 Ted Russell他有觀察到 這個俱樂部裡面的打砸小弟其實很有潛能 所以就一舉讓他晉升為助理教練 也讓精英者走路跟醫師跟所有的球員喊話 球隊裡面並沒有明星球員 沒有人是一個獨立特別特殊的個體 只有一個完整的team 一個完整的我們一支團隊 Ted 教練要大家放下自我 學習放下的重要性 在讚揚自我跟個人意識高漲的時代裡面 他卻要求大家要克制自我 不是要你不能做自己喔 而是學會如何做自己 讓所有人的自我都能夠在壓抑中一起慢慢成長 然後進而得到更多的認同 這也是Ted Russell一個非常獨特的人生哲理 好No.3 第三點就是只要跟對的人在一起 連痛苦的時刻都不再難受 同樣深受離婚煎熬的俱樂部經理 Rebecca跟Ted 他們雖然個性不一樣 就幾乎是南援北撤喔 而且也常常會有摩擦產生 但是當他們同樣分擔這段 這個就是心情上的低潮 兩個人的理解成為彼此精神上的互相支持 這種能被懂的心情 讓陪伴裡有了心疼 難受也得以消散 好No.4 第四句金句就是知道何時該放手不是販土而廢 其實大家都知道Ted教練是一個絕不輕言放棄 絕不販土而廢的人喔 但是面對妻子跟他提離婚 他為什麼看起來好像很快的就放棄他的婚姻了呢 其實他是在學會放手 因為他覺得與其讓自己勉強的錯位努力 還不如讓妻子得到真正的快樂跟幸福以及自由 所以他其實是在學習如何讓那一半真正的快樂 他其實是在付出 同時也讓自己有更多的彈性跟韌性 這也是他很有智慧跟很有愛的一個做法 No.5 第五句金句就是對他人保有好奇心而不是妄下評斷 這句話其實是出自美國自由師之父 Wordman華特惠特曼所說的 那麼泰德曾經說過這句話是他最喜歡 很喜歡的一句話之一喔 他相信從前那些看不起他的人 是因為缺乏對他自己的好奇心 與自我毫無關係 並不需要因為他人的言語而看清自己 No.6 第六個 萬必中總有一例 呵呵 其實在第一季的結尾我們可以看到球隊面臨 可能會被降級的重大危機 但是看似毫無勝算的比賽 泰德還是非常樂觀的相信天無決人之路 因為萬必中絕對會有一例 就是這麼多壞事當中總會有一件是好事嘛 那麼如同英國文豪狄根斯他也說過 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能夠把最糟糕的情況扭轉成最好的 都是取決在一面之間 No.7 第七項 問問自己你相信奇蹟嗎 Do you believe in miracle? 這句話其實在美國文化中常常聽到喔 那麼這句問句之後並沒有答案 在劇中當Ted詢問所有的球員時 這些球員也沒有做出任何回應 總會有人提出這樣子的疑問問你說 你相不相信奇蹟呢? 奇蹟會發生嗎? 的確喔沒有人能夠事先知道結果 不過如果你選擇不相信的話 這股負能量和覺得失敗的信念 就很有可能真的會影響你的判斷 而最終走向失敗 但如果你相信奇蹟會發生 真的有miracle的存在 那這樣子的正能量 那個信念就會引領你付出跟努力 所以何不嘗試的相信呢? 好Number 8 第八個金句 比悲傷更難過的就是 獨自一人悲傷 其實生命中生活中本來就參雜了很多的喜怒哀樂 不過當身邊能夠有家人或好朋友共享那些情緒 跟分攤一起分攤你的憂愁的時候 這種悲傷其實一點都沒有那麼難釋懷 Number 9 第九項那就是泡在工作裡再忙你的快樂 這個Ted Lessel其實處處都受到細膩跟被看清 但是他總對於自己的工作 尤其是他熱愛喜愛的工作 能夠保有無限的活力 他曾經說過 如果工作能夠帶給你快樂 就如同泡澡跟泡在陽光底下一樣 都能夠讓你感到雀躍 那就改口說泡在工作裡面吧 這樣快樂會變得更多 試著扭轉心境 扭轉你生活中 平時不曾注意的這些小小的負能量 不要讓這些細微的肢節末節 或者是鑽牛角尖的心情影響你的快樂 如果快樂能夠使你前進的話 那就應該讓快樂無限放大 No.10 第10項來一塊餅乾吧 其實貫穿整部影集的就是一盒讓經理Rebecca神魂顛倒的神奇餅乾 這餅乾不僅代表了我有真正的用心才能夠淬煉出美好的事物 也鼓勵著準備觀賞 或者是已經看過這個影集的觀眾朋友們 如果你在生活中正在經歷困難 遇到困難 像是現在疫情期間 可能很多人都很沮喪 面臨生活的改變 甚至面臨工作的瓶頸 生命的瓶頸 但是真正很不如意的時候 人生不如意之事時常發久 那就吃點餅乾 給自己一點甜頭跟加油打氣 就能夠繼續努力 沒有什麼事情是糟糕透扁的 無論多壞 至少都還有餅乾給一些安慰 以上十句金句總整理 就是錯棚教練去世多特拉索派的拉索的 RQ哲學 我覺得最精彩的十句話 也在這裡跟大家一起分享 接下來就來看看我們的專訪吧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任何精彩內容 隨時上架 我們下回再見